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号申请第一天 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在区公所外排队 甚至有人清晨五点就来 一大早安乐区公所还没上班 外面就已经排满人潮 有的清晨五点就来排队 开门之后座位都被坐满 民众低着头写资料 全都是为了订动机车而来 我觉得蛮优惠的 而且是基隆市的活动 所以就想说 因为我现在带小孩 那我早上就是想说骑早一点 喂完奶就可以过来申请 目前有在工作吗 就完全是家庭租储 我目前的话是留职停行 然后所以之后可能会工作 然后想说有一台电动车也比较方便 因为也想把自己的邮车换掉 现在邮费太贵了 我是没有集车 只是因为想说通勤的话比较方便 因为都在基隆工作 然后想说基隆市 就是提供这个雷飞提示就来申请 就是有个零元的方案 就蛮优惠的 怕民众等太久 9点正式接受申请时间还没到 安乐巨公所贴心让民众坐着休息 顺便填写资料 同样在信义区 一早也是大牌长龙 街用市电动机车宣布放宽范围 不只年龄20到45岁 不需要旧车也可以 如果想要太旧换新 还会有一万元奖励金 原本要求的公益时数 也改为鼓励性质 自费选择也变多 29日开放民众申请 选599那个吧 因为我比较长期 0元那个太短了 我们电动机车申请2.0的 正式开跑的日子 那所谓的2.0的电动机车的政策是 其实零支费跟低支费 其实是家会更广大的青年好朋友 所谓的家会更广大的青年好朋友 就是把我们的年龄放宽 20岁到45岁 只要有重型机车涉及基隆都可以来申请 现场排队民众 有不少人误以为 全部限额只有2000辆 担心申请不到 才会决定第一天就来排队 我们今天没有说见得上线 那唯独就是前100位有符合资格的 我们当场会送一定蛮棒的安全帽 我们的新方案 有些民众比较不了解的就是 自费的问题 0元跟那个299的一些方案 然后我们跟他解释 还有一个就是 光节跟中华华林汽车的 机车的差别 因为一个是如果你家住公寓的话 就不方便选择这个华林机车 然后如果住公寓的 就有建议他们要做光节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他的骑的那个 旅程数会比较高的话 就不建议用0元支费 此外市政府还寄出了 各区前100名提出申请 就可以领取免费的安全帽 因此现场还是大排长龙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排队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帽来的 那前100名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 免费的安全帽 那当然今天的申请 我认为是还算踊跃 那据我了解已经应该有 1100个左右的民众 在今天提出申请 那我们今天收件后 也会陆续的来审核 然后呢希望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 提供给他们一台好热心的 全新的电动机车 民众来泰旧 针对民众要来泰旧 我们也有提供泰旧换新的一个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也尽量鼓励大家来做公益 来到基隆宇 大家分工合作 一起进摊 清垃圾 替4月1号即将开放登岛的基隆宇 找回干净的环境 身为一位青年能够对基隆室 能够出于分力 其实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三艘载着一百多位金摊的青年 浩浩荡荡从八斗子游停码头出发 市任府选在329青年节当天 举办基隆宇金摊及登岛活动 一百多个名额火速秒杀 我们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水上养子系的学生 然后我们有马来西亚越南 然后斐济 都没有登岛过 但是我们觉得这次可以参与这次活动 非常的兴奋 也很非常的开心 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学海洋水产系的 然后这些都是对海洋这所一个贡献 青春的 怎么说 就也是第一次上去 听说也是才刚刚要开放 所以可以去日满 其实是我们学校很多老师的教学的场景 在环境的教学 或者是在海洋生物的富裕 所以我们也很多老师 常常会带学生在基隆宇的周遭上课 所以对学校来讲 算是我们上课的场域 短短几个小时 就清出了1495只宝特瓶 垃圾总量20.7公斤 也让青年朋友理解守护环境的重要性 出发前大伙在巴豆子游停码头区集合 副市长邱佩玲特别勉励青年朋友 勇于展现热忱 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这么多年轻朋友一可参与 淨滩跟dandy的活动 那我今天觉得最重要的是环境的永续 藉由这么多国家来表示 地球是没有国界的 海洋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都地球村上的一员 当然应该为这个地球环境永续 尽一份力量 海洋永续我想不分国籍 也不分宗教不分性别 都需要大家一起来拥护 一起来爱护这个海洋 那所以今天在329这么特别的日子 然后邀请了这个国际学生 然后还有海大 还有我们青年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一起来参与这个淨滩登顶的活动 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更重视海洋永续的问题 学生登上基隆雨淨滩 当然不忘替自己留下最难忘的记忆 海大水产养殖研究所 外籍毕业生穿上硕士服 勇敢登顶挑战成功 第一次来基隆雨来淨滩 那今天大家都剪了很多的宝特皮 那我们在早上做了分类 所以等一下会带回分岛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呢 可能是来自海上漂流的 那也有可能是平常来这边的观光客造成的 那所以这边的话希望大家如果 之后来这边基隆雨 那希望大家能够爱护环境 那带自己的水杯 那让环境可以永续 秋雨4月1号开放登岛 政府邀请了青年学子一同登岛进滩 让大家用身体力行 共同守护海洋 用根基隆雨 赞赞赞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第一届 基隆新光电竞大赛 在表演艺术中心进行总决赛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 期盼孩子们可以在兼顾学业的同时 发展正向的休闲运动 第一届基隆杯新光电竞大赛 30日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展开总决赛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出席 揭晓冠军奖杯 也替决赛队伍加油打气 我们很高兴看到 很有名的DCG战队 跟很多的选手还有网红 大家都一同来参赛 这一次一共有64队 打到现在只剩下两强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电竞产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 大家在基隆可以培育更多的选手 也让更多的业者 大家共同来参与 那大家都了解电竞已经是正式的 一个运动的竞技项目 希望在大家的一共同努力之下 在基隆的电竞产业 未来能够越办越好 除了举办电竞大赛 政府也举办了电竞到校园巡回讲座 让学生们发掘电竞产业的无限可能 其实我们在美术馆 未来的一个门口这边 也会有大型的LED荧幕 只要有LED荧幕 其实就是一个媒体上的通路 所以假如说我们这个通路已经好了 我们其实就可以转播这个 现场的决赛的情况在我们的大型看板上面 那当然这个需要等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以后如果有好的电竞比赛 我们也不排除在好的这个政府的LED通路上面 能够播放 那总之就是希望能够打造基隆 也成为一个电竞专业的城市 决赛现场教育处副处长徐燕丽带领同学们 一起参观电竞赛后台 了解实况转播设备 让学生们直呼经验真的很难得 很难得就是能有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就是能参观能了解电竞的东西 很难得然后蛮开心的 怎么说 因为之前都是只能在荧幕上看到 这些东西 然后第一次到现场来看 电竞目前算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个项目 而且他也进了亚奥运了 所以其实对于多元发展这个概念 金融市政府我们非常提倡 那我们今天也很难得可以带同学看这个导播室 包括后面的剪辑 制播 还有些媒体的过程 那希望同学不只是在电竞的游戏本身 也可以了解这个产业的多元面向 金融第一届电竞大赛 总计吸引了117支队伍 700多位玩家报名参赛 获胜者除了可以赢得冠军奖杯之外 也可以把6万元带回家 可以认识很多的实况组 可以学习他们的技术 我觉得金融这个地方是比较不受那么重视的 但是这次既然在活动这里办这个比赛 我真的觉得这个对金融人来说是很新鲜的 跟同学一起玩 然后你们可能在聊天的时候就有更多的话题 然后话题就不会只限在什么学业上面的东西 可以让你更放松的去上课和同学交友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种活动 下次可以多邀请一些有名的实况组 像皇帝然后海牛或是小铃之类的都可以邀请 现在活动应该会更精彩一点 金融首次举办大型的电竞比赛 从线上到线下展现台湾在电竞领域的软实力 也鼓励更多人加入电竞行列 让台湾的电竞产业在世界发光发热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导 全国学生舞蹈比赛最精彩的甲祖决赛 在金融势力体育馆圆满落幕了 超过千人展现武艺 仍爱国小级见得国中更再次荣获特优的佳击 市长谢国梁亲自前往颁奖 听到特优 个性是代表队伍兴奋的跳起来 历经各种挑战长达七八个月 辛苦的准备与练习有了最好的结果 谢谢这些团队的老师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得到了好成绩 见得国中密春宗 在孙翠玲老师的带领下 荣获特优佳击 见得国中这次参加全国舞蹈比赛 花了一年的时间 又刚好基隆承办这次的全国甲祖比赛 那我们从去年六月练习到现在 真的感谢教育处的经费支持 也感谢孙翠玲老师的编舞 那也感谢学校的师长 及家长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经过十个月 能够在今天有最好的表现 仁爱国小山与海的城市溢与基隆 展现融入基隆特色的创意巧思 还有学生不慎受伤 依然不缺席排练 展现了绝佳的默契与毅力 抱回特优佳击 仁爱国小的舞蹈班同学们 这次为了参加全国赛 总共努力了七八个月 从试赛得到特优之后 更加紧的练习 同时孩子们坚持 一定要站到最后一秒 所以我们在集训当中 孩子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一定要把最好的表现出来 此外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家长 都利用假日来帮忙我们 学校制作道具修复道具 家长也都当我们最强大的后援 务必让我们拿到特优第一名 魁为十年 金融再次办理全国赛事 来自北区十县市的佼佼者 各拼创意与武艺 金融市这次承办全国学生舞蹈比赛 北区的甲组决赛 总共迎接十个县市的好手来到基隆 也为了欢迎近两千位的选手 来到基隆我们基隆自演 拿出最大诚意 我们动员的八间学校 一起来完备这次的赛事 那成就这一次丽与美的饗宴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颁奖 鼓励近两千位参赛学生 我们今天 名字 现代 还有儿童舞蹈 四类优胜的奖项 这一次的竞争 一定也是非常激烈 私底下卫生 你们会紧张吗 不会啦 秉持着初心与对舞蹈的热情 各县市代表队伍在舞台上挥洒青春 留下难忘的回忆 金融市建的国中和仍爱国小的舞蹈 艺术才能班正热烈招生中 欢迎对舞蹈有专长兴趣的小朋友们 一起加入舞蹈的行列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金融市运动爱台湾2.0 原因全民健走继身心障碍健走活动 新一区开跑啰 即使碰到下雨 民众热情不解 持续运动影响健康 5 4 3 2 1 市府和体育会共同举办的 金融市运动爱台湾2.0 健走活动 由金融市市长谢国良 西同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新一区区长吴小慧 市议员韩世玉 体育会新一区总干事赖佩琪 成功国中校长张志明 为新一区社区全民健走 即身心障碍健走活动鸣枪 市民朋友一同出发 每个礼拜最开心的事就是来跟大家 礼拜六早上健走加上运动 我看大家今天虽然有一点毛毛雨 但是能非常的这个兴高采烈 一起来运动 我们在体育方面跟郑锦舟理事长 配合非常的密切 未来我们会侦办更多的体育班 也与更多的体育体育 在各项运动 我们都会做好来跟大家全力配合的动作 我们今天第三站的新一区健走 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到我们大火 走到我们奥拉包金链杯 然后转回来 因为今天有点的小雨也好也不会那么热 上个礼拜在中滩月的时候 气温很高 水花了100多香才不够 所以希望大家都出来走一走 重大奖身体会健康 下雨天入华群 我们所有的基隆市市民 大家小心 也祝大家健康健走重大奖 谢谢 活动开始前就下起了雨 但雨水灭不了市民参与健走活动的热情 下雨天还是可以运动 凉爽的天气更适合户外健走 还有许多团体为这次健走活动 带来精彩的表演 让现场气氛活力充沛 以及我们长青运动委员会 要表演的是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长青运动委员会 而且里面我们平均年龄都超过65岁以上 甚至有一位高达80岁70几岁的都有 所以我们真的很不容易 把这首歌练起来 来献给大家今天的信义区体育会的健走 我们带的是基隆市生育障碍团体 我们身后是基隆山工的生育特教班的学生 他们很热爱活动 然后几乎目前有三产生育障碍的健行 他们都来参加 然后也欢迎整个基隆市生育障碍的朋友 一起出来活力健康健走 谢谢 这次健走活动上百位基隆市民参与 其中包含不少长辈与学生 参与多次健走活动 为了健康大家一起走出户外 就是为了健康 因为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办法来参加健走活动 所以我们应该都要很开心才对 因为这个天气还算蛮好的 虽然有点雨 但是灭不掉大家的性质 还是喜欢健走 雨天涼涼的也可以走 走起来还蛮舒服的 家里小孩子也没人顾嘛 带出来一起运动 对对对 也呼吁大家要一起出来健走 出来运动 虽然今天下雨比较可惜 对今天下雨可能比较可惜 可是活动还是要照样举行 下雨还是可以运动 就是比较稍微注意一下 运动完 记得把身体擦干不要着凉 谢谢 带出来大家散散步 然后他才请健康身体 大家今天雨天有没有加面小朋友热情 没有啊 一样带出来散步 对对对 那平常会像他这种健走活动吗 会啊会啊会啊 小朋友喜欢运动吗 喜欢啊就假日健康这样子 比较不会在家无聊 即使下雨天民众热情不灭 心情不受天气影响 撑着伞一样热情参加 为了健康一同外出 雨中见走享有不一样的浪漫气氛 记者丁克宇张志佳 基勇采访报导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6个支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 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 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仲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部长 潘文忠 你知道毒品是怎样让人成瘾的吗 13年3月29日到5月19日 教育部将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 解饮 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反毒教育特展 欢迎大家携手共同来参加 本次特展是以科技的方式 透过模拟实境 展示毒品的危害 让我们一起扮演反毒的特务 KO毒品 健康OK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道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集合名传国中112学年度国中篮球联赛 以及荣获北区第一 将在4月23号进军全国联赛 市长谢果良特别前往名传国中 致赠嘉蔡金 祝福名传小将 勇夺全国冠军 祝福大家大部会训 祝募国金 加油 市长谢果良致赠嘉蔡金 因为名传国中参加112学年度 国中篮球联赛 以及涌夺北区第一名 将于4月23号进军全国JHBL 以及联赛 相当重视体育推展的市长谢果良 在教育处的陪同下 特别来为教练与选手们加油打气 我这两天遇到这个好消息 就非常地劝略非常地开心 一定要来跟大家恭喜一下 恭喜大家获得了我们这个北区的比赛的第一名 真的是余有了 那我觉得我们一直也都努力在改善特别的环境 包括我们活动中心的整天等等 在去年不是过了一年了吗 我们也邀请了一位NBA的选手 到基隆来海青市的交来更多的技术工作 那我想真的非常地高兴 看到大家有这么好的成绩 如果有什么 我们市政府教育处可以跟我们平传特别合作 我们继续努力让平传国中 可以创造更好的家庭发作 好不好 好 有了 没上来 有 明传国中在七年内六次闯进全国决赛 更在四年内拿下三座JHBL以及联赛全国冠军 市长谢国良说将全力支持学校发展体育活动 为基隆培育更多的体育人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在这里来看中华职棒35年开幕战 一种童子委特地邀请中校 东光 深美 暖西及五轮等五所学校 共60多位小棒球选手们到场观赏比赛 也近距离感受专业的职棒 场边应援曲的啦啦队表演特别是李多慧和林香的多香组合 让观众看得是目不转睛 这就是中华职棒的魅力之一 而最重要的还是职棒球员们的技术和拼战精神 中华职棒35年开幕战 3月30号在有4万多个座位席次的台北大巨蛋正式开打 也是台北大巨蛋史上第一场中职例行赛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特地邀请包括中校 东光 深美 暖西 以及五轮等五所国小总共60多位小棒球队员们 到现场观赏比赛也近距离感受专业的职棒 今天是我们中华职棒的这个今年的开幕战 那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找我们基隆市的小学的棒球队 大家一起来来看球来欣赏大巨蛋 然后也来帮我们中华职棒加油 虽然今天开幕战是卫拳我是兄弟的 我是兄弟的我在强调一下 可是我想让小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开幕战 那我们基隆市的棒球因为我们场域的关系 所以我们棒球的推广相对其他棒球大城市来说 是有比较困难 那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的资源应该让他们有个机会 所以我们特别来争取中华职棒相关的这个门票 来让我们这个小朋友的棒球对大家一起来欣赏 来一起感受一下职棒的氛围 希望他们未来在这个棒球的目标梦想道路上面 可以这个不畏艰难继续的努力 那如果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到三级先接 在基隆市是有点困难的 我们希望未来至少在这个各级学校会慢慢的萌芽 如果你要到这个棒球大城市这样的比拟 我想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但是至少我们希望未来可以争取大五轮棒球场 变成一个学生级赛事的场地 可以把它弄得更完善 学生层级的棒球场地 我觉得我们是基隆现在非常需要的 那我们会持续关注棒球 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棒球 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这一种 那即便到现在议长工作非常的忙碌 我们也找机会看看新闻的画面 看看YouTube的影片来感受一下棒球 这场由魏权龙队对战乐田桃源队 现场挤进了两万八千多名观众 为双方球队及球员们加油打气 对于能够受到议长彭子伟的邀请来大巨蛋看比赛 学校和小球员们都很感谢也很兴奋 特别是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 并且对大巨蛋的设施设备留下深刻的印象 场地看起来很干净 而且是室内的不用趴下 那边是坐楼梯 楼梯上面都是土 那就是这边这种椅子可以坐的对 那你觉得光线怎么样好不好 好 比赛就是算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算是大巨蛋职棒的第一场的例行赛 那其实这些小朋友也很幸福 那就谢谢议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孩子有机会可以参加开幕战 那大家都知道开幕战是非常难得 票非常难买 然后大家有机会能够进到大巨蛋 然后第一次有机会 孩子能够到室内的场馆 然后参与整个职棒的体验 我相信对孩子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还有机会拓展 视野之外 对于球技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场开幕战最终由卫拳龙队以3比2获胜 议长童子委强调大巨蛋不论是人工草皮 或是大萤幕及椅子等硬体设施都有一定的水准 如果有职业球队可以长期进驻或是持续举办国际性比赛 对于台湾的棒球运动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也能够让棒球运动成为运动娱乐经济的一部分 对未来运动产业绝对是正面的发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清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